叶医生在邻居 还没醒啊 还在昏迷中 那我进去看看 不要进去 让叶医生陪着他吧 现在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很危险啊 深度昏迷 如果醒不过来的话 还是很危险 叶医生 小晨电话 我读书的时候 老师就跟我说过 昏迷的病人 你经常在他耳边多说说话 他会对熟悉的声音 或者亲近的人 能刺激到脑神经反应 很多奇迹 都是这么被唤醒的 我说错话了吗 你这个小丫头 还挺急事的嘛 这确实是叫醒 昏迷病人的一种可能 那我们现在 要不要叫 原生的亲戚 或者朋友过来 如果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人能叫起 娘医生的话 就是叶子了 俊波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我是叶子 俊波 是谁 是谁 谁在叫我 是谁的声音 好温暖 好温暖的声音 知道吗 发现你失踪的时候 把我吓坏了 送你回来的路上 我看着你的脸 这才发现 过去那么多艰难的日子 一直陪在我身边 一直陪在我身边的 都是你 唐俊波 如果没有你一直在我的身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到现在 如果没有你在我身后 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我求求你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好熟悉的声音啊 叶子 是你吗 叶子 俊波 俊波 就当我求求你 可以了 你就快点醒嘛 我有很多话跟你说 再不行 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只有你快醒来 怎么 求求你 梁俊波 那有美的回忆 汉子的唏嘘 逼着世界乎离 别哭 你就在我心里 你快醒 我在这里陪你 靠近我心 重新找回 你自己 你会相信 热爱都被 你唤醒 辛苦忘记 那黯淡的曾经 宁愿相信 用爱点亮 把生命 深入行中 有一片天空 在风雨后放晴 宁愿相信 用爱点亮 这生命 向南郑家属签个字 叶医生 顺顺不说找家属的 杨医生签字 不许不论 没关系 别哭 你就在我心里 有什么好想 秦婉就走了 杨医生醒了 别打扰了 我昏迷的时候 听见你跟我说话 是吗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到什么呢 梦到你 我今天遇到一个病人 他跟我说了一个道理 说再小的希望都不能放弃 要不然会有遗憾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有句话 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在听 你知道 我现在正在接受癌症治疗 如果复发的话 我可能只剩下五年的时间 让我说话 是 我的时间 可能不多了 我不希望我最后的日子 会留下任何的遗憾 所以杨俊波 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要嫁给你 早就习惯每个选择到来 我暗恋过叶子 我也暗恋过伯伯 看到这个长片 我还挺感动的 我们都长大了 我祝福你 认真我是你的最爱 只要你幸福 我就知错了 把事实都要尽心安排 下雨又散 从无意外 我都没暗恋过 我怎么变得那么激动啊 我好不容易说这句话的 你最好快得答应 要不然我会很没面子 等我的检测报告出来 确定没有感染 我们就结婚了 这个时候 你能够理性合适吗 我已经偷偷忍住眼泪 怕被别人看到我再哭 形象却毁了 人家再没有 我也会要你的 小龙说 你出事之前是突然接了个电话 才临时请假走的 谁的电话 我不想骗你 那个 那个电话的内容 能不能先不告诉你 没关系 我可能感染艾滋病毒了 我知道 我可能 艾滋会复发 艾滋会不 turf 。。。 aurait死还吗 单… 上密 那 inha 砍 Netflix 带? 就 Kh 老